8點的氣象時間 首先來看其實影像是 阿里山的二岩屏步道 可以看到陽光已經露臉 南台灣天氣看起來滿不錯 跟北台灣的天氣 其實差距真的滿大的 提醒您今天北部東半部 雨比較多 而且天氣滿涼的 但是南台灣天氣滿好的 所以南來北往 一定要注意 這個天氣上的差別了 而接下來透過衛星運途 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氣形態了 今天其實主要就是受到了 東北季風加上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導致有些地方雨會比較多 而陰風面降雨相對來說 真的是滿明顯的 所以特別提醒您 尤其北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出門真的都要帶上雨季 因為這個雨恐怕是一陣一陣的 有時候會突然好像沒有下雨 但有時候又突然來一陣大雨 尤其今天整個新竹以北 東半部恆春半島 坦白說都是要特別注意 而目前累積雨量 現在短短8個多小時 在新北市共寮的部分 累積雨量106毫米 但最多是在瑞邦 已經來到163.5毫米 新北市金山也有105.5毫米 而在陽明山 晴天岡則是102毫米 但坦白說這雨量是持續的增加 這個數字會持續的往上 所以提醒您 雨代表真的持續在下 所以大雨特報的部分 也要提醒您 目前大豪雨的範圍是在宜蘭縣的山區 而豪雨特報原本是台北市山區 但最新一報 連基隆北海岸現在都變成了豪雨特報 而大雨特報則是台北市新北市 還有宜蘭縣的平地 所以這些縣市的觀眾朋友一定要注意 出門雨恐怕會滿大 至於這雨到底會這麼大 主要就是受到了颱風的影響 所以接下來提醒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目前坦美颱風 它距離台灣是最近的時間點 今天是最近的時間點 目前是在俄倫比的南南東方 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它已經登陸了旅宋島 一路要往南改來前進 但現在就是距離台灣最近的時間點 大概只有500公里距離 俄倫比的距離 所以要提醒您 它整個外圍環流 加上現在東北氣風影響 導致的共辦效應 就會讓台灣的東半部跟北台灣 雨會非常明顯 一直跟您提醒雨 就來看看接下來的雨會怎麼下 來看看今天到明天清晨 是雨最多的時間點 整個大台北地區還有東半部 都要防豪雨 甚至在北海岸以及 雙北市跟宜花神區不排除 不會下到豪雨以上的等級 至於到了明天的白天 水氣雖然跟今天還有明天清晨相比 水氣變少一點點 但還是要注意 其實很多地方雨還是滿多 主要的警界範圍 還是東半部大台北地區 以及北改岸 以及這些地方的山區都要注意 雨真的會滿多的 至於接下來其實禮拜五 這個颱風進入南海之後 這個東北風慢慢減弱 到了禮拜六又慢慢的遠離 所以禮拜六就可以看到了 東半部還是要注意會降雨 但是跟這兩天相比 其實雨已經明顯的減少了 而且花東地區還是要留意 雨會滿大 不排除會下到豪雨等級 至於到了禮拜天分下週一 其實北部東半部還是有降雨 雖然水氣是減少了許多 但還是濕濕答答的 所以週末假期 如果北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有戶外活動安排 一定要有雨天備案了 關心完降雨要關心的是 風其實還是很大 來看看我們強風特報 其實全台灣各地 很多地方都是強風特報的範圍 其中桃園 嘉義 台南 以及台東沿海空曠處 以及整個新竹道 雲林 還有基隆北海岸 綠島 金門 馬祖要留意可能會出現 九到十一級的強震風 另外在澎湖 蘭嶼跟恆春半島 甚至出現十到十二級的強震風 所以要特別提醒您 風其實今天也會蠻大的風雨部分 提醒您要特別注意 而今天出門很多人會覺得 外頭溫度其實明顯下降 來看看亞洲溫度趨勢圖 今天北台灣其實明顯感受到蠻涼的 今天頂多高溫大概只有24 25度 而低溫其實都在20度上下 有些地方今天低溫都是低於20度 所以早出晚歸北台灣跟東台灣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東北部跟北部的觀眾朋友 一定會感受到蠻涼的一定要加件外套了 至於其他地區像是華東地區高溫大概是26 27度 跟前兩天相比其實溫度也是有下降的 至於中部以南台東地區 其實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30度上下 但早晚其實全台各地溫度真的都偏低 所以一定要記得這個早晚出門 要記得多加件外套 最後就進一步來看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剛一次在提醒 這個溫度其實跟前兩天相比溫度更低了 今天平均溫度只有22到24度 但明天東北風會慢慢減弱 其實溫度就會進一步回升 有機會回到30度的高溫 至於在中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今天其實受到東北風影響不太明顯 所以高溫大概還是有機會來到30度 而明天天氣更好了 不排除高溫有機會來到33度 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 南台灣今天其實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有機會來到32度左右的高溫 至於在東台灣 東台灣今天降雨還是蠻多的 尤其是宜花地區 所以導致這高溫也是上不去 頂多只有28度的高溫 以上這一節的氣象資訊